我們只能夠找一個80分的房子 對 然後呢 這個20分就整天在 所以 空間不夠的話 你就會整天被折磨 你要去考慮一下 你偏要丟衣服 還是要搬房子 先上見 收納會不足 但是在我經過解釋這個格局之前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空間是夠的 然後等到房子蓋好之後 你會發現悲劇發生 這個就是愛麗莎莎以前的那個小套房 感覺當初買的時候 她有做很多衣櫃 結果呢 她真的是錯估了她的能耐 所有人在買房子的時候都是一樣 連我也是一樣 我剛搬家的時候呢 我的衣櫃只放了一半 到現在整天爆炸 我每五年要丟一次衣服 才能夠解決我的衣櫃爆炸的問題 是 我們都沒有在丟衣服的 衣服買來就袖描描 縱使你三年都不穿 你還是放在那兒 佔空間 懂不懂 亂七八糟啊 怎麼辦呢 所以她只能夠找 房子小嘛 所以你只能夠找那種 她就找那種 清衣櫃 或是幫你整理的整理師 幫你整理這堆房這堆東西 後來當然愛麗莎莎受不了 她錢賺到 於是 那感謝她嘛對不對 她感謝我們說我們整天討論她 所以她的點餘率很高 然後她只好搬到更大的房子 我們今天就不知道她那個大房子 會有什麼新的變化 但是多數人不是愛麗莎莎 多數人沒有辦法賺這麼多錢 所以我們通常買了一間房子 就會被困在這裡 困了很多年 是不是 買下去就被困住了 所以你當初的 你說我們只能夠找一個80分的房子 對 然後這個20分就整天在折磨你的耐心 所以收納空間不夠的話 你就會整天被折磨 你要去考慮一下 你今天是要丟衣服 還是要搬房子 就只有這兩個結局 丟衣服還是搬家 換個大一點的房子 或者是說因為錢賺不了那麼多 所以買房子前真的要想好 你真的要想好 你的收納要做多少 最新影片都在好繁網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哦 打開小鈴鐺哦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